一個休閒農業的場所,南部 為了要刺激遊客量 為了要增加他的收入 就不小心把獅子跟老虎放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兩個都在一起 然後就繁殖,就交配,就生小孩 生了三隻,一隻出生的時候就死掉了 然後另外一隻一個禮拜以內也死掉了,第三天還是第四天也死掉了 那剩下他,後來活下來了 但是你如果去看他的兄弟姐妹死掉的另外那兩隻的話 是嚴重的器官分化不全 他就是一種繁殖的一個典型的結果 他身上的很多的器官是分化不完整的 他的胚胎期是不完整的 那他呢,好一點點,可是也沒有太好 他有嚴重的脊椎側彎 這都是非常非常典型的異物種 異物繁殖的結果 骨骼會有非常大的問題 他不但有嚴重的脊椎側彎 而且他的尾巴的骨骼數量也不正確 也不對,也比較少 他有缺骨頭 然後呢,左後肢也缺骨頭 這邊看不太出來,應該是缺這邊的 讓他左後肢是不能用的 所以他有非常嚴重的先天的缺陷 都是在骨骼上面 那這是他八個月大的時候 他的左後肢是不能用的 是不能用,他只能用三隻腳 那這是他八個月大 現在呢 現在他已經一百二十幾公斤了 他三歲了 已經一百二十幾公斤了 他會長到他有這張桌子的 我看大概 大概一個半的桌子 一個半桌子的大小現在 現在他的體長大概這麼大 一百二十幾公斤 還是三隻腳 他的左後腳還是不能用 然後他會長到多大呢 他成年的沒有,還沒有 他會長到多大呢 他有可能可以長到三百公斤 四百公斤 比獅子跟老虎都要大一倍 因為他是供獅子跟母老虎繁殖下來的 所以他會不停的長 他會長得比獅子跟老虎都大 可是他的骨骼結構並不會大太多 獅子跟老虎就是一百到兩百公斤 兩百五十公斤以內 獅子跟老虎就是正常的獅子跟老虎 就是兩百公斤上下 他可以到四百公斤兩倍 我看過最大的 最高最大的那個獅虎 他站起來啊 趴在牆壁上 可以有將近四米 可以有將近有三四米 三四公尺 所以他會有非常大的負荷 他的骨骼會有非常大的負荷 所以他即使沒有骨骼的這種先天的缺陷 他都是非常痛苦的 他的負擔會非常的重 更何況他只有三隻腳可以用 然後很多的問題 然後脊椎的問題還是什麼的 他現在到了三歲 已經不太願意走路了 所以我們的照樣人員 每天都要鼓勵他運動 這時候是他還小的時候 還願意跟著人跑來跑去 等到他到了兩歲的時候 已經不太願意跟著人跑來跑去 現在我看到他 他都很不願意動 很不願意動了 三歲了 他還可以活多久 如果好好照顧的話 還在活十幾年 所以我們前一段時間 本來想幫他募還 去做一個游泳池 讓他可以在水裡面舒緩一點 這樣子他可以有一點運動 好 這是ABU 然後呢 我們也後來也開始去注意到 國外的 國外的我們周邊國家的狀況 那這個是2007年 我們第一次從國外 就是香港 把一隻生病的長壁猿 冰淨協同的長壁猿 帶回台灣 那這一點是台灣政府做的 我覺得相當好的 就是願意讓B型肝炎帶緣的長壁猿 進入台灣 一般的國家是不願意的 一般的國家是不願意讓有生病的動物 進入一個國境的 尤其是人區共同傳染的疾病 一般的國家是不願意的 那但是因為 他在香港的時候 當國際組織通報我們的時候 我們去看了 他其實很健康 他只是帶緣 B型肝炎帶緣 然後沒有什麼症狀 然後也很健康 所以呢 我們覺得他 但是香港政府就是要把它做人道處理 香港政府是要把它做人道處理 因為 所有國家的檢疫條件 大概都是這樣的 動物感染的人區共同傳染疾病 但是就是被人道處理 奇怪 人感染 人帶B型肝炎帶緣 會不會被人道處理 不會啊 人會去積極治療 可是 可是動物的話就是 人道處理 所以 香港政府要對他進行人道處理 那我們覺得不應該 所以就跟 就協商 那就好 那就是我們把它帶到台灣來 花了幾年協商 也是三年 也是三年 所以 那三年當中 我們就常常去到香港去照顧他 去確保 他在到台灣來之前 他也是健康的 所以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國際組織 要來找我們去照顧他呢 因為我們大概是 全世界照顧B型肝炎帶緣的 藏壁員 最有經驗的機構 我們自己就有好多 不是好多 就有好幾隻B型肝炎帶緣的藏壁員 我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那 這個 你現在去看他的話 也不會有問題 然後 也不會被他傳染 然後 他比較大的問題是 當他生產的時候 要進行剖腹產 他 他要進行剖腹產 才不會垂直感染給他的寶寶 但是 除此之外 沒什麼問題 所以 我們大概有1000隻左右的動物 大概 113種 但是我從來都不太願意跟他講 113種 我都是跟他講說我們有1000個個體 因為每個個體其實也都不一樣 我很不願意大家把它 誤認為 所有的台灣蜜猴都是一樣的動物 其實不是的 每一隻烏龜也都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 我們哺乳動物比較多 蛤蟲類稍微少一點 鳥類 有一些 照顧這麼多動物 會面臨很多的困難 這些困難 是所有的動物員也都會面對的 因為 你讓他離開了大自然 然後在圈養的環境之下 他一定會產生一些很特殊的行為模式 譬如說刻板行為 就是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 像這個 這個 大大範圍移動的 北極熊 這不是我們收容中心 我是舉這個例子 然後 然後 這個北極熊也 他就會在 大家都知道 動物園裡面的熊跟老虎或狼 都會沿著固定的路線 不停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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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 就會在中間這個平台 來回的走 來回的走 大概走個一個小時 然後他就會休息 然後就換他的朋友去走 大概也走個一個小時 然後兩個就再休息 然後再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又開始重複了 然後那個的移動的路線 精準到每一步都會踩在同樣的地方 如果你仔細看 你看個20分鐘 你就會很訝異 怎麼能夠這麼精準 閉著眼睛都能夠走 那這種刻板行為 對於這種大型動物來講 是非常 這個 常見的 在動物園裡面 所以你在 如果動物園他不是那麼重視動物福利的話 你就會常常看到這種刻板行為的動物 那這刻板行為 其實我個人覺得 因為 刻板行為的產生基本上是 大概是這個動物有一個什麼需要 一個需求 沒有辦法被滿足 他就發展出一個自己的方法來解決 我們人都會 我們當我們焦慮的時候 當我們不安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些 我們都會有一些刻板行為會出現 每個人都會有 我小時候很喜歡咬手指頭 當我覺得有點怪怪的時候 就會咬手指頭 那咬手指頭讓我很放心 那後來長大一點呢 我學會玩筆 所以當我在考試的時候 想不出那個問題的時候 很焦慮的時候 我就拼命玩筆 然後還玩出很多的花樣 所以你們會發現 你自己在不知不覺當中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很刻板的行為 而這些行為 能夠幫助你降低你的焦慮 或者是幫助你度過這段時間 那動物也是如此 所以 只要他有刻板行為出現 我都不會 所以有些動物員會想辦法把它打斷 不讓他做 你一直走這條路線 一直走這條路線 我在中間放一棵樹 我在中間放一棵樹 打斷你的行徑路線 那我很不願意這樣做 因為他基本上 我剛剛講過了 刻板行為的出現 是他自己找到一個出路了 結果你把他自己找到的出路 你也給他擋起來了 其實我蠻反對的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一個外星人 如果看到裴家綺 這個到地球上來 觀察裴家綺 回去寫個報告 裴家綺這個人 這個傢伙 有嚴重的刻板行為 每天下午五點鐘到六點鐘 他會到一個水池 然後在那個水池裡面 沿著一條直線 一直游一直游 來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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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上來 然後回去 很刻板 我在那個游泳池的水道裡面 來回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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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一個小時 滑 滑的次數都一樣 如果你常常游泳的話 你滑幾下到對岸 然後再反轉身再回來 刻不刻板 刻板 我們還有人 喜歡繞著圈子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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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個小短褲 喜歡繞著圈子 一直跑 一直跑 跑兩個小時 刻不刻板 還有人更刻板 喜歡站在一個機器上面 這樣子 原地跑 原地跑 跑一個小時 刻不刻板 刻板 我告訴你 這是絕對的刻板行為 但是好不好 好不好 如果有人跟我講說 因為裴家綺 每天要去這樣子 做刻板行為 所以我把游泳池關掉 讓他沒有辦法去刻板行為 你贊不贊成 對 我也不贊成 但是你可以幫助我什麼 讓我多集中刻板行為 我現在有一個腳踏車了 所以我現在有另外一個刻板行為了 禮拜六跟禮拜天 我就會到我們屏東的那個 三號國道下面去刻板一下 兩個小時 騎個腳踏車 所以我現在有好幾種刻板行為了 可是 我的意思是這樣的 這些刻板行為的存在呢 其實 對我來講 其實是好事情吧 因為我們是從農業社會過渡 到現在的狀況 我們的運動量嚴重不足 我們的運動量嚴重不足 所以我如果有個刻板行為 去讓我有運動量的話 我家人沒有人反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講回來 如果他有一個需求 他沒有辦法被滿足 而這個需求很可能是運動 或者是移動 然後他想一個辦法來解決 你要去打斷他嗎 我們不打斷他 但是呢 我們會希望他怎樣 多幾種 不要只有一種運動 只有一種運動 只鍛鍊到一部分的肌肉 對不對 也可以多幾種嘛 或者是更好的是 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如果 他的正常行為 已經佔據他的時間的話 他就 沒有什麼必要去做刻板行為了 如果我今天去務農 我大概就不需要去游泳了 對不對 我今天如果一整天都在田裡面 搞得我七暈八速的 攤掉了 我還有必要去游泳池 再去刻板一個小時嗎 就不需要了 所以呢 我們在收容中心裡面 解決刻板行為的做法 並不是去打斷他 而是去創造一些條件 讓他去做自然的行為